具备超机动、超信息化态势感知能力 装备激光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 可释放和控制无人机群 展开风群式打击 未来的六代战机有多强? 当今世界,唯一具备五代机研制能力的 就只有中美俄三个国家 关于六代机上还处于理论之中 但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 英国于2018年率先推出了首款六代战机 名称代号暴风 该战机的亮相也让全世界大为震惊 要知道英国自身连五代机都没有 直接跨带去研制武器 这种行为纵观全球武器发展史都是十分罕见的 那么英国第六代暴风战斗机 有着哪些跨时代的技术 与五代战机相比又有何区别呢? 根据英国方面的描述 暴风战斗机拥有超音速巡航 超强隐身、超机动性 超强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等第五代战斗机具备的4S技术 同时它还在战机阻网、无人机操控、引导攻击等技术上实现了创新 从外观上来看,暴风战斗机采用双发、双锤尾、无尾翼布局方案 机头尾菱形设计和五代机战机并没有太大区别 这和人们所认识的六代机无锤尾的设计产生了差异 实际上虽然取消锤尾能够进一步提升隐身性能 但是无尾的布局,无疑会更加考验战机的飞控技术 英国显然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方案 而在航电机载设备上,暴风战机的确实现了革命性的创新 机材用了虚拟的驾驶舱 取消了战机内的显示屏和各种仪器设备 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智能和AR功能的头盔 据说飞行员在驾驶时就像是在看3D电影般 具备优异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同时操作业十分简便 整个机舱更像是战斗指挥士 飞行员也从驾驶员变成了指挥员 同时暴风战斗机还具备无人驾驶的能力 这正是六代机最为重要的一项指标 十分考验战机的信息处理能力 暴风战斗机可实现有人和无人两种驾驶模式的切换 并还能指挥无人机作战 实施风群式攻击 除此之外 暴风战斗机还装有高性能相控着雷达系统 据说这种雷达的性能 是现在使用的雷达的一万倍以上 会对暴风战斗机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在武器方面 暴风战机不仅能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 还携带有激光武器 为此机身内还安装了劳斯莱斯动力推进系统 可产生大量电力 为激光武器供电 综合以上性能 暴风战斗机已经具备了超越五代机的性能 那么它能够成为真正的六代机吗 虽然当前六代机的标准还十分模糊 但可以根据美国的六代机计划 两者做一个比较 首先是隐身能力 美国的六代机具备雷达全频谱隐身性能 无论面对任何波段的雷达都能实现隐身 并且还要兼备红外隐身能力 能够在多种探测设备面前保持隐身 为此战机的外观上取消了尾翼 机身更加扁平修长 进气到尾喷管 几乎和机身融为一体 并去掉了机体上所有不必要的零部件 整个机体看起来十分光滑整洁 但这种设计无异于增加了飞机控制的难度 战机想要在没有尾翼的情况下 具备更强的超机动型 飞行控制系统的要求会更高 而暴风战斗机并没有采用这种设计 其依旧保持了垂直尾翼 进气到也和F-35十分相似 从外观上看 隐身能力并不比五代机高出多少 并且英国没有五代机的研制经验 能否研制出合格的隐身材料还是个未知数 另外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也或将是未来六代机的标配 这种发动机能够根据不同的飞行条件 调整发动机的运行模式 提高燃料的使用频率 进一步增加战机的航程 根据美国的标准 变循环发动机在体积相同的情况下 推力要比普通的发动机高10% 能够节省25%的燃料 并将可以增加30%的航程 而在速度上 六代机的最大巡航速度 要能达到2.5马赫以上 战机在突破阴障的同时 还要突破热障 到时飞机与空气之间会产生激烈的摩擦 机体表面的温度会达到上百摄氏度 尽管当前已经具备了抗高温的航空材料 但是如何能在高速飞行的同时 降低自身温度还是个大问题 毕竟上百摄氏度的大型物体飞过来 从外探测设备在很远的距离就能发现 而想要实现隐身与高速的平衡 也势必要在技术上实现革命性的突破 另外虽然暴风战机能够指挥无人机作战是一大亮点 但是这种性能 当前的五代机就已经具备了 美国在很早之前就提出了无人疗机的理论 并研发出了XQ58A专门配合五代机作战 俄罗斯也正在对最新研制的猎人无人机进行实验 在未来其也会配合苏-57作战 至于无人驾驶也并非六代机专属 俄罗斯最新推出的将军第五代战机 又同样具备有人和无人驾驶的能力 综上来看 英国的暴风战斗机 只是在五代机4S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升级 并在个别领域实现了创新 其并没有多少革命性跨时代的变化 所以英国人虽然称暴风为六代机 但其更像是一款五代半战机 还没有完全达到六代机的标准 即便如此 研制暴风战斗机对于英国来说 仍然有着不少的难度 首先自身没有研制五代机的经验 虽然有不错的工业基础 也可以参考美国的F-35战斗机 但研究经费是一大问题 英国预计投资20亿英镑用于暴风战机的研制 但想要单独造出暴风还是有些困难 在英国的拉拢下 意大利和瑞典也先后加入了英国的六代机项目 英国预计暴风六代机将在2035年首飞 并逐渐替代台风战斗机 而在欧洲除了英国再靠六代机外 德国和法国也正在联合研制FCAS第五代战机 相比于概念十分模糊的暴风六代机 FCAS战机看起来要靠谱很多 这款战机在外观上和F-22十分相似 采用可动垂尾和无尾翼的设计 近期到也使用巨型二维实量喷口 具备不错的隐身能力 发动机或将使用EJ-200发动机的升级版 最大推力可达180千牛 武器上FCAS战机除了能使用流星导弹的后继型号 德法两国也将研制一种新型无动力空地武器 名称为智能滑翔者 该武器将集成人工智能功能和创新的穿突防战略 对抗敌方的防空系统 另外FCAS也同样具备有人无人联合作战系统 风群无人机和激光武器 该机计划在2025年试飞 并于2035年之前服役 在技术上和暴风战机有许多相似之处 也因此空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认为 欧洲只需要研制一种单一的下一代战机 必须避免重蹈鹰尸 台风和阵风三型战斗机并行发展 结果市场份额均不理想 技术也未能领先的覆辙 他认为暴风和FCAS的研制计划应该合并 节约资金减少竞争 但最终结果如何 当前还不得而知